周末去哪玩 先看周末去哪玩 本周的第一个活动就十分的特别 北亚特兰大野外生存博览会要来了 此次活动是具有29年历史的 美国老牌枪展RK枪展所举办的 除了各色稀奇古怪的古董枪 二战刀剑之外 这里还有花样百出的新奇玩意儿 狩猎用品 野营装备 战术装备 甚至还有美国的剩余军用装备 有一个网友曾表示 自己就花了50美金 逃到了成本就要1700美金的美国军用产 本周末就在古奈康地等你来看哦 喜欢火车 第59届亚特兰大火车博览会就要来了 这是乔治亚州最大的组合展 在同一屋檐下同时满足了 模型爱好者和火车爱好者 来自全美300多名经销商 为您展示和火车模型有关的一切 喜欢火车用品 这里有真正从古董火车上 退休下来的餐车瓷器 灯笼 钥匙 时间表 日历等火车文物 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得到 来到这里仿佛穿越时空 重回了火车围王石 乔治亚州铁路的辉煌岁月 1920年美国通过了第19修正案后 女性就拥有了平等的选举权 在100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女性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 一发光 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和能力 名为曝光不足的摄影展 回顾了这100年 选出了超过100张宝贵的历史照片 展现了女性在不断追求平权的道路上 所做出的努力 从一开始的痛苦和困惑 到现在的自由和灿烂 小猫小狗能够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的快乐 但是花钱购买宠物 未必是您唯一的选择 本周在Hiram的Path Mart 就有领养猫咪的活动 主办方猫咪救援天使 自成立以来 共救助了8500只小猫 如果没有被领养 这些猫咪则难逃安乐死的命运 各色颜色 品种 年龄的猫咪 等你来领养 让我们一起用领养来代替购买 孩子在家只知道看iPad 放下手机 走进农场 跳上干草车 来参加股仓农家乐吧 带着孩子们一起 亲近各色的农场动物 这里有可爱的绣真驴 淘气的绵羊 圆吨吨的小猪 和油耗的农场动物们亲密接触 也千万不要忘记准备好便当 您就可以在木栏树下享受非常美味的野餐了 逃离城市 关上屏幕 享受最最淳朴的快乐 下面是我们亚特兰大 深受大家喜爱的每月固定活动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精彩节目了 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 然后免费的领取阿拉斯加野生蓝莓果汁 周末去哪儿玩 下周更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